在这次选举当中 花莲地区有发生两起选务违规案件 其中除了有老翁他违规手持手机拍摄投票过程 还有男子不小心失毁了选票 将移请花莲宣委会认定违规来进行开罚 总统大选三强鼎力 吸引不少年轻人都返乡投票 在花莲县的总投票率也达到6成3 但新城乡却发生了两起选务违规案件 13号上午除了在北埔有60岁的老翁 拿出手机拍摄投票过程 另外在顺安活动中心 则是有行动不便的老翁 因为手抖不胜失毁选票 那我们目前接过两件 一件是在北埔投开票所的部分 是疑似携带手机进入 那在新城顺安活动中心的部分 是疑似由那个失毁选票的情形发生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将移请那个监察小组委员审议以后 那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做处理 如果违规属时 华联县选委会将会依法开罚 在携带手机拍摄的部分 将会依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开罚3万到30万罚金 失毁选票则是会依工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处5000至5万元罚金 记者徐立琴新城项报导